陳勢鵬有著高達4x5的打擊率喔 這一棒拉到了一雷方向 哇 一雷手這個球沒有接到 哇 那沒接到就要掉分了喔 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失誤喔 是 一雷手只要擋在身前喔 都一定有辦法抓到幾球跑的原因 這個配話球 哇 林依泉可能沒有擦 哇 連續兩棒 三四兩棒 都被散 哇 這個變化球打著又沒辦法揮中 KKK 甩快 還是把球推到了右半邊方向 在界內落地 哇 這個喬打林志森要往二壘來推進 哇 這個球真的就厲害了 大師兄回來了 今年得點圈打擊率來到2成94 第一球積極的出棒喔 這次 西远遜沒有辦法 把球給擋在前方 打得相當的強勁 第三壘 許具用這棒推到了左半邊 要來看一下高國輝 選擇讓球在前方落地 也來不及了 三壘上的林志森要回來 得到中興的第二分 哇 這一棒打得相當的扎實 在左半邊 球還在飛 還在飛 出去了 這是江國瑜生涯第一支滿貫全壘倒 前面我才講 今年在得點圈沒有打過全壘倒 馬上就來一發 6比0 中興兄弟取得領先喔 這個球一打出去喔 從他揮擊力道來講之後就知道說 這個是很有可能形成全壘打 個子雖然不高喔 但是他的攻擊的爆發力還是很好 是 許基隆看 不過這次高宇傑打得蠻扎實的 這個球高國輝不看啊 GO 哇 前面喔 看錯暗號 馬上用球棒來道歉 中興兄弟今天的第八棒 高宇傑 敲出了本季的第二猴 是一發兩分打點的全壘打 今天第八棒 第九棒打了六分打點 很可怕喔 現在這個打線來講的話 真的不管是前段棒是 或是後段棒是 其實都很有攻擊的實力 第六 又選到了四塊球 跟觀眾朋友們來分享 先來看一下場上 興兄弟這個球 還是沒辦法把它擋下來 這個球感覺像是有機會接喔 對 不知道三壘那邊的風水 是不是不太好 不過現在看到場上 許激鴻最棒打到了中 右外野方向的大空檔 二壘上的大師兄要回來得分 一壘上的詹子嫻也要往本來來推進 許激鴻這一隻 最後他來到了三壘喔 打到了一壘方向 這一次泛國城還是沒辦法 把球給擋下來 二壘上的江康宇要回來得分 一壘上的王威城來到了三壘 打成了滾地球走到李宗賢 先接到之後才二壘 來不要再王一壘送 自己獨立完成了這一次的雙殺手臂 第一球就進攻 打在左半邊要來看一下高國林 這一次沒有辦法接喔 而且崇文傑的速度又來拼二壘 Safe 毛巾 雖然沒有全力打 不過安打是沒有問題 打在右半邊 二壘上的崇文傑這個時候 要回到本來來得分 14比0 哇 亮 哇 這一棒打得相當的扎實 來看看會不會是一顆三分球 GO 淋去秋波再來一集 村子豪本場比賽的第一隻安打 就是一發三分打點的全力打 本季的第四轟幫助中信兄弟 哇 十七比零 這個比數不太科學 這顆球 變化球對賴紅戰爭來講 都有點失頭 安打包含了三發全力打 最後是再見三陣 最終中信兄弟是以十七比零 哇 有球迷丟彩蛋了 不過等等彩蛋收起來 因為目前的魔術數字是 M1 不過我們要恭喜黃恩次 拿下了本賽季的第七勝 中信最終十七比零 拿下比賽的勝利